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半年來 我們台北出現一個 非常殘忍的連環殺手 他現在已經總共殺了六個人 請大家睜大眼睛 看清楚他的樣子 如果在街上遇到他的話 我建議你們跑得快一點 署長 秋水哥 連環殺手都已經殺了七個人了 你們警方什麼時候才可以破案 秋水哥 你們警方究竟有沒有掌握到破案的證據 可以告訴我四個字 胸有成竹 他剛才交友常種 我女兒已經死了三個月 你還說交友常種 你們幾乖搞什麼屁啊 嘿 這位大哥 我很理解你現在的心情 可就麻煩一下 控制自己的行為 你會死嗎 對… 你會死嗎 我會死嗎 我會死嗎 你死給我死嗎 我會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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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嗎 来 来 来 开快一点 左舅 他就是和强 好啊 来 用我这副手铐把它靠起来 刚刚真的很危险啊 最后啊 我死抱着和强 两个人就从二楼摔了下来 没事 我很好没有大碍 最后一个被我干掉的 那个臭三包 叫舅舅 舅舅 那個連環殺人犯應該是在說謊 那個舅舅應該還沒有死 你在講什麼東西啊 什麼舅舅 什麼還沒有死啊 舅舅哥 剛剛署長打電話來找你 我跟他說你不在 你是豬啊 署長找我 你說我不在 署長 我幹警察這麼多年了 抓過的犯人沒有一千也有八百 再狡猾的犯人我都碰過 一個犯人有沒有說謊 我光看他的眼睛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們搞不清楚狀況啊 挖到屍體就是找到證據 找到證據就可以宣布破案 破來案就是立了大功 然後辦慶功宴 上報紙頭版頭條 我們做大英雄 然後大家都升官發財了 舅舅哥 聽說還有一個人窩在 你怎麼回應呢 你怎麼回應啊 你怎麼回應啊 哈哈哈哈 姐夫啊 看來我當了幾十年的警察 全白幹了 居然要這兩個小女生教我怎麼辦案 請問一下兩位福爾摩斯 你們今天來有何貴幹啊 表舅 這個小女孩叫小敏 是舅舅的女兒 又來了 又是舅舅 一天到晚舅舅舅舅 我聽到舅舅這個名字就要瘋了 這個小女孩她媽媽已經死了 你們應該帶她去社會局嘛 帶她來警察局幹什麼 我媽媽沒有吃